19日回归的Lessire Film今日开启宣传活动 20日,金采员和公协笑良参加了有主持人刘哉时主持的网络综艺节目 借口购,迷你 分享了作为KB偶像的各种意识 节目中,刘哉时再次问起了关于组合队长的选拔意识 在此前的认识的哥哥中,公协笑良就曾透露 当我作为Lessire Film成员签署合同时 我只给出了一个条件,我不想成为队长 因为一般年长的成员会担任 所以,让公协笑良有了这样的担忧 而在这次的节目中,公协笑良更解释了自己拒绝队长的理由 表示,我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自己成为领导者 而是因为我是团队中最年长的成员 我认为如果我带头,比我年轻的成员可能会觉得困难 而采员成为Lessire Film队长的理由是 他表示,当时公司有推荐 当他们问起,谁想当队长时 我说我也喜欢,我觉得我想很好的领导团队 所以我成为了队长 他们问到,作为队长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时 采员回答道,我认为团队的领袖这个职位 本身就有一定的分量 正因为如此,我想这也是我更加努力的原因 虽然有了一定的负担感 但我觉得这种负担感是可以存在的 积极的心态让观众感受到了采员的强大责任心 而此次回归,采员的表现更惊艳大众 Channel Ace,收获好评 爱到韩瀉,美儿姐说最新韩瑜 欢迎赞和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